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較早前就說過 說中國有6億人口 每個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 這番話一說完就引起輿論嘩然 不少人聯想到 究竟他是不是不點名回應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因為他也曾說過 說要在2020年的時候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如果每個月只有1000元人民幣的收入 又怎樣算是小康呢 昨天大陸媒體《財新網》刊登了一篇長文 在這篇文章當中引述了很多堅實的數據 是證明得到 在大陸有接近6億人口 每個月的收入只有1090元人民幣或以下 就被外界視為幫助李克強辯護 也同時不點名地駁斥 另一份中共機關刊物《求是》 在最新那一期的《求是》當中 引述了習近平的一篇講話 這篇講話主要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辯解 大致上的重點就是 全面小康不等於平均主義 故此其實習近平和李克強兩個人 互相都在唱反調 財新網為何會有這個吉士登登這篇文章呢 可能是跟他的背景有關 因為財新社的社長就是胡舒立 他是王岐山的愛將 故此在大陸如果沒有那麼多後台的話 這一類型的文章也挺難出台 好了 先說回這篇文章 標題叫做《月收入不足千元》 《這6億人都在哪》 到底他引述了什麼數據呢? 我們一起看看 第一就是中國大約有6億人口 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 實情這個說法跟當日李克強所說的 大致上是差不多 當然李克強所說的就是6億人口每個月1000元 這裏就是5億9992萬人口 是拿1090元或者以下 唉 一個人是不是小康也不欠90元 故此大致上也是差不多 李克強的說法是錯不得去那裡 好了 第二就是 中國有大約9億6400萬人口 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第三就是全國只有7200萬人口 月收入是超過5000元 而在這7200萬人當中 又有大部分 即是6300多萬人 月收入就在5000元至1萬元這個區間 而月收入在1萬元至2萬元這個區間 全國就只有780萬人左右 月收入超過2萬元的 就只有70萬人口 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新的態勢 老實說 除非大陸要將那條貧窮線不斷下調 否則的話 差不多10億人口每個月 鬥得那2000元 他怎樣可以建成一個小康社會 甚麼是小康 或是中國式的小康 那就不知道 如果是的話就不奇怪 如果是普遍國際社會認同的小康 似乎在今年能夠達標的機會 就真的微乎其微 實情再看看這篇文章當中 引述的另外一些數據 就可以反映得出 城鄉的差距 似乎真是極為嚴重 在月收入少過1090元的人當中 農村佔的比例是有七成半 而城市是大約兩成半 而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人 農村只是佔了兩成六 城市大概是七成四 即是住在農村的人 普遍的收入都是低過住在城市的人 即是自從江澤民年代開始所提出的所謂三農問題 到目前仍然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 而自從1978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實施了這個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住在農村那班人口 似乎生活質素沒有太大改善 每個月有七成半的人 是拿著1090元以下的收入 這個數據其實也是引證得到 鄧小平在1985年的時候 提出的理論似乎失敗了 當年他怎麼說 他說要先讓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 然後就帶動其他地區 最後就實現共同富裕 現在那些沿海地區的城市 就真的富起來了 不過那些農村的人口就被遺忘了 城鄉的差距真的很嚴重 另外這個數據又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香港的工資水平 對於那班大陸人來說 真的非常吸引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最新數字 打工子女每個月的入息中位數 是有19,000元港幣的 而在大陸 月收入超過2萬元的 只有70萬人 即是在14億人口當中的0.05% 所以這個數字就真是會說話 到底哪一個地區是比較富裕呢 到底哪一個地區是比較繁榮 哪一個地區是比較發達呢 不用經常吹那些什麼GDP 只是這個數字就已經反映了一切 所以有那些小粉紅人口口聲聲說 香港就快邊緣化了 香港玩完了 香港收檔了 他們是不會申請下來香港成為居民的 麻煩你們叫大陸那方面 取消每天150個單程證明額吧 一味得過吹字 然後每一年仍然有很多中國的學生 走下來香港讀書的 無論是這個碩士班也好 或者是這個本科生也好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他們畢業了之後 如果他們找到一個工作單位 就可以長期留在香港 直至七年之後 就可以取得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而且香港的收入真是不差 對於那班大陸的學生來講 簡直就是等同於脫貧 月入中位數也有19,000港元 他回大陸找不找到這個數 而且在香港如果一入職就做教師 是遠遠超過19,000港元 故此在香港就形成了一個群體叫港票 這班人多數就是走下來香港 讀完一年的全職碩士班 畢業後就找工作單位落腳 住滿七年就可以拿三顆星的身份證 就成為了所謂的新香港人 過去十幾年以來 到底有多少這些人下來了 我就不知道 沒有數據 叫那些議員去問入警署 一定是有數字的 只不過這班人 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 一定是不會讓你所謂的民主 自由 人權 法治這些核心價值 是感染得到的 他只會是永遠跟黨走 因為很可能 根本上他落腳的工作單位 就是中資企業來的 在這個時候 他怎麼會採取外界的資訊 於是他們就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港票圈子 他們之間互相說的是普通話 用的是微信 玩的是抖音 看的是大陸媒體 故此跟香港的生活是格格不入 是無法融入得到的 而這班港票圈子的存在 亦證明得到 根本上大陸這些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 就是南柯一夢 如果真是搞得定的話 就不會有這班港票圈子的存在 是不是他用來做事 用來打工 在大陸賺到這樣的錢的時候 是不是 故此現在李克強總理 就說要搞什麼 地攤經濟 實情地攤經濟的重現 就說在一個經濟發展當中 是在開倒車 是不是 中國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引以為傲的就是什麼 就是網購的經濟 什麼淘寶、京東 最有名的了 為什麼現在突然出現了 接近有五千萬人口 玩地攤經濟呢 就是這班人 直接窮到 開網店的成本都沒有 開網店首先 你又要電腦 又要壓金 又要上網費 又要電費 對於那些每個月拿一千零九十元的人來講 就是很麻煩的 是不是 然後都還沒有計算 入貨的成本 運輸的成本 如果大家玩過網購的話 都會知道 喂 那筆數其實是窄到很大的 因為當你那件貨 運送到顧客那裡 還要顧客檢查完 沒有問題 他還可以等十幾天 才去確認那個收貨 故此 你那筆數沒有那麼大 基本上就不用玩網購經濟 其實這五千萬人 根本上就是窮到窮的 就拿了那些貨尾 拿了那些不知什麼 從哪裡來的貨品 就在那些地攤那裡擺賣 這些人也是不需要交租的 故此 對於那些商戶來說 就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衝擊 因為人家賣貨的時候 就要加入這個租金的成本 至於擺地攤那些人 當然是可以賣得便宜一點 因為那些質素又可能參差一些 而且他最重要是不用交租 最低有城管來的時候 他就捲隻扯 但是就會對於那些實體店鋪 那些零售業 造成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為什麼呢 那些實體店鋪當然 就是會少很多生意 因為大陸那些人一元一毫都會計較 他那些月入得一千零九十元以下 那些人 好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當那個店主他捱不住 那自然就要退租 那如果那些人是自製物業 或者是那個店鋪的業主 是供滿了 都還好一點 有得他雕空在那裡 吐臭 吐蟑螂 吐老鼠 但是如果是未供滿的話 分分鐘就造成了這個資金鏈的斷裂 所以這些地攤經濟 就是有辣有不辣的 還有這些根本上就是 就是狗言殘喘的就業模式 純粹就是糖水滾糖魚 到底這些人有多少貨去賣呢 如果他是賣農產品的 那就不同 因為他自己去耕作 去市場那裡擺賣 那你說如果賣一般的商品 他賣完之後 他也要入貨 那那塊錢從哪裡來呢 永遠都是這些人 在那裡 滾來滾去那塊錢 這些根本上完全是 自欺欺人的東西 而且也是穩焦不得硬 收入就極不穩定 本來這些傢伙去工廠打工 就比較穩定一些 雖然都是月光軸的 但是就好過現在去擺地攤 你誰知哪時是有客 哪時是沒有客 如果沒有客 那就是吃谷種 那你入貨的錢 就是賣了 所以這些東西 根本上是不能夠持續的 純粹就好像有些人在做事 那樣 不用這些人好像百無了賴 失業那樣 純粹就是一些維穩的伎倆 穩不穩得吃呢 大家心知肚明了 而且去這些地攤幫襯 稍為有錢 那些月入兩萬以上的人 他都不會去地攤幫襯 故此 其實玩來玩去 都是同一塊錢 就是那些窮人在那裡 滾來滾去 這些地攤經濟是不能夠持續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